大家好,我是协欣中學的助理校長何冠霖 好,很高興可以分享一下协欣 我經常都覺得协欣是最傳統的學校 亦都是一間最創新的學校 傳統當然,大家對协欣的印象都是一雜藍色的長衣 是一間傳統的女校 大家眼中的女生都可能會覺得 舉止很斯文、很溫柔 但與此同時,我也覺得协欣的學生很能人所不能 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要忙或想你的校園生活充滿著各種活動或豐富 协欣是一間很適合他的學校 相反,如果你只希望讀書 可能协欣就會推動你不斷學習上司和創新的學校 我們經常都說,以协欣的學習生活來計 由中一開始,我們已經很不空 因為進來的時候,我們已經會有一個銜接的訓練 以往在沒有疫情的時候,甚至同學需要在學校過夜 我們已經由一個中一營生,已經是象徵著豐富的學院生活開始 在协欣一年的生活裡面,除了讀書之外 我們還會有每年由中一到中五,我們會有成長計劃 例如由留在香港,去到台灣,去到企業實習,去到柬埔寨 我們都會有很豐富的生活 除此以外,我們都希望同學去做參與啦啦隊 也會有每年遊藝會,學生要做自己的攤位 這些其實我相信在协欣裡面,由中一到中六 就算你不參與任何團體活動,都必然會度過的生涯 但我想协欣的生活裡面,隨此以外都有各種很豐富的校園生活 例如我們可以中二科研的同學,可以參與我們的科研大使 我們中一到二的時候,就已經有這個科研上課課堂 學習到的東西,還會在我們遊藝會可以應用 除此以外,如果你是喜歡辯論,喜歡音樂,喜歡藝術的 我們這裡有不同發展的機會 我們有不同的普通話辯論隊,英文辯論隊,音樂團隊 合唱團,管演樂團 喜歡運動的,我們其實也有22支不同類型的體育校隊 除了我們常見的籃球,這幾年例如曲棍球,保齡球 所以基本上协欣的校園生活都可以說是非常非常豐富 因為我想我們的價值就是希望同學可以透過在活動裡面得以成長 因為參與活動除了在科學活動以外,我們也相信活動能夠推動你的意志 能夠令到你變成更堅毅的人,學習分配時間 每個活動也可以帶到你學習 例如做科研的,可能你會因此而對科學產生更濃厚的興趣 音樂的學習,例如辯論,可能會因此而更加希望可以去研究社會上不同的課題 所以我想我們都很相信一個很充實的校園生活是我們的同學 就是入到歉間可以體驗得到 我剛才說除了是傳統以外,我們也很重視創新 因為例如像科研,很多人都覺得女生是否讀科學沒有男生那麼好 但其實我們近年都很重視女同學的科學發展 例如我們會參加不同科學比賽 我們希望透過科學比賽同學能夠學習到解難 所以透過這些東西他們可以 所以我們相信女生只要在科學裡面研究 可能比男生做得更細心 也可以做到很多很好的研究和發展 所以我們都很相信透過上面的,無論是科研或各種活動 同學都可以培養到自己一個堅毅的自主學習的精神 亦都可以更加關心我們的社會 有一個更好的校園生活 所以我也覺得在歉間的生活裡面 歉間的同學進來 除了有好女孩子的發展之外 其實都有很豐富多元的發展 我想這也是入來歉間讀完的同學 很喜歡這裏或是很喜歡這裏校園生活的一些步伐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